真的当红人气明星,活泼开朗的他吸引了一大批的粉丝为官,而一部烈火如歌更是霸占了盈平,不得不说,作为出道不久的新人,迪丽热巴在事业上,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,但是眼看快三十岁的人,感情这一块却是一片空白,之前奔跑吧兄弟,两人出现在同一屏的画面就好有感觉, 两人的合作就成为了热点话题,什么陆丁丁啊,陆根根啊,真是赤赤是没眼看,至于热巴也不是没有回应,在陆寒情人节那天发的跑男中,唯一欢迎热巴的帖子里,热巴的回复,是陆兄多关照热巴弟弟,但命运就是那么不作美,两人并没有走在一起。 不过,近日,有网友晒出了迪丽热巴和一男子相拥的热情画面,从张照片的背影来看,不像是陈伟婷,也不像是陆寒,对于林飞文的迪丽热巴,难不成有了新伴侣了? 一时间,网友纷纷跑来围观,寻找答案,找来找去,细心的网友就发现,原来这只是一张剧照而已,而抱着热巴的这名男子,正是人气明星邓伦。 紧接着,有网友继续爆料,原来两人的新剧《一千零一夜》正在进行中,结果又是虚惊一场,但是网友也表示,非常期待这部新剧,能够能够早日与我们见面,毕竟迪丽热巴和邓伦在小鲜肉中,还算是演技在线的,大家可以继续看到美美的热巴。 不过,年龄不小的迪丽热巴,也该考虑一下自己的个人感情了,可长点心吧,你觉得迪丽热巴跟谁比较合适呢?